现在呢我跟他一起就是去出差 去哪里出差到底 去了就知道了 去了就知道了 好久没有 大城市 大城市啊 好久没有出过眼门了 从青州这边去 两个小时 啊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啊 高速上没有车 适合我这种新手开是吧 又不过零又不过急的拿那么多车 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这个大唐服务区了 在这里上个厕所 然后休息下走吧 你饿了没有 买点东西吃呗 还没有 去到目的地再买吧 再吃吧 先上厕所去 好 不要走错了 走里面吗 嗯 前面 他给我进去吗 进去啊 怎么不给进去 不懂了 我以为我不买东西他就不给我进去 螺丝粉一看他就是 小方小方 你走哪里去了 上厕所啊 那边是男士的 哪里写有男士了 那个图啊 你看了 走这边 走这边 是啊 这个小方 哇大巴成绪了 南宁南 收费站是吗 嗯 走 哦 大城市到了 哎呀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啊 堵车的堵了要死 密麻麻的房子都是 车也多 人也多啊 房子也多 现在呢 我跟小梅啊 已经到这个大城市了 嗯 又来到这个舒适 又陌生的这个大城市 你要去吗 怀念了不 有一点点嘛 有点怀念是吧 你要去哪里办公啊 那里面 这里啊 是啊 哦 咋了 没有啊 这么高 这个楼啊 对 一百多层啊 一百多层啊 嗯 哇真正啊 高楼大厦真的是 那边还更高的 两百多层 两百多层啊 嗯 果然如此 大城市就是不一样 嗯 其实出来大城市 上上心呢 也挺好的 每天待在大厦里面也挺无聊的 嗯 小方 嗯 感觉怎么样 感觉 天天待在大厦里面 这边 这边也算比较偏的 等一下我带你去 试你转一下 等你办完事是吧 对啊 感觉又舒适又陌生又感慨 又留恋 那是你 你曾经留恋的地方 曾经我拿过大城市 要说说我挺留恋的呀 对啊 曾经来大城市里面 那么 是吧 嗯 多的不说 少的不浪 嗯 你在这等我 不要跑了 等下迷路了 跟你说 这里很乱的 很多坏人的 我在这等你啊 等下不要人家拐走了 好 好 你进去要多久啊 进去要 一两个小时吧 一两个小时啊 那我在这等你吧 你在这等我 你去车里面坐呗 不用了 我在这就可以了 嗯 我在这里上下行 然后看上附近的这些 环境啊 风景啊 这些 也行 那我走了 你再等我 等我啊 嗯 他进去了 进去了 进去了 这个小梅呢 已经进去就是办事了啊 我呢 在外面这里就是等一下他 然后等他办完事呢 一起就是去这个大城市逛一下 然后吃上美食 逛下风景 心情呢 放松一下 办的话 呃 出来了嘛 心情肯定就说 该放松的放松 该吃吃 该喝喝 该玩玩 办的话都白出来了 我先在外面这里就是 呃 等他 一两个小时吧 他说进去的话要一两个小时 我呢 就进不去了 因为呢 我也不会进去了 所以说我就在外面等他 然后等他出来 来给我电话 然后到时候一起去逛逛 就可以了啊 先找个地方坐 然后等他出来吧 真的 来到这个大城市挺怀念的 然后挺感慨的 果然是大城市 这些车啊 房啊 人啊 都比我青州那边的多啊 现在我去找个地方 然后等一下他吧 他也没这么快出来 我在这里一直站着呢 也不是个办法 走了 去找个坐的地方 去找个坐的地方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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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